亮金光啦 真的假的 他感覺我是翻回一層喔 喔有囉 解諾斯 下來 等一下我好像用到欸 用到保底嗎 你這樣子 啊 我好像也是選錯 你也選錯啊 對 我選到故事 感覺我們兩個阿呆捏 好那我們今天要玩的就是 一拳超人世界 這個是一拳超人的IP 首款的3D動作手遊 然後這裡面你們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是有還原那個漫畫裡面 很經典的角色嘛 就像捷諾斯啊 這個建模也都做得很精緻 等一下 會跟我們的RBPK的 就是我們還會有一個PK的抽卡環節 就是這裡我們到時候會抽這個 這邊有SSR的這個祁鈺老師 還有SSR的捷諾斯 這邊有角色 角色的這邊我們會組隊 組隊的話就是四個人為一隊 四個人為一隊 然後我們會主要控制一隻 所以現在我是主控這個原子武士 那其他三個就是有點像 副司儀這樣子 然後另外還有遊戲還有那個 鄉庭世界可以探索 我們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有很多喔 也有那個祁鈺老師住的那個Z室啊 然後F室啊跟A室 我們現在要解任務的話 就是在那個 英雄協會總部這裡 我們去祁鈺老師的那個Z室 這邊有那個超市 超市裡面可以買一些食物 戰鬥前可以吃食物 你可以增加一些BUFF 像這邊會有增加6%防禦 還有一些提升屬性的什麼的 還有一些小遊戲 它會有一些遊戲機也可以去 然後這個有主線 有一些劇情會從這邊觸發 像晴天下雨也會讓這個城市 變得不太一樣 哇你看現在這個就是下雨的樣子 你看這個下雨還有地上的這個光影 超美的耶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也有一些故事啊任務 也可以跟別人組隊喔 這邊有委託可以去組隊 好我們就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那動畫好了 就是它還原 到底有多還原咧 這個就是 當時一開始的那個馬文字的新聞 在這邊是打文字那裡 呵呵最強的文字 打不到 晴鈺老師那麼強 結果文字打不到 然後就是捷鬥斯登場 哇 就是超像在看3D動畫的 原本是看2D動畫 現在升級變3D動畫 你把你排除了 待會 喔 晴鈺老師出來了 經典場面 還在講冷笑話 這難道就是分文不慎嗎 好 接下來就是經典的 經典的場面了 我只能自爆了 怎麼樣 你今天要來這個 三戰兩勝 那我們就準備來第一輪了嗎 不是啊 輸家要有懲罰 有啊 有懲罰 輸家要用指定的語氣念 官方的宣傳詞 呃 非常的射死 我輸的話要學猴子吱吱叫 然後你輸的話要裝很可愛很爹的聲音 很爹的聲音 然後講出這個官方的 官方這個宣傳詞 很長 是蠻長的 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一句 十一句喔 真的假的 十一句我就在 幾幾幾喔 幾幾幾 好啦 我們先來這個第一個 雙人的 主隊委託 我們這個要比這個誰的結算傷害高嘛 好 來 快快快快快快快 我感覺原來是可以打很多隻啊 大範圍刷傷害耶 可能怪胖 想看猴子嗎 可是這隻 這隻比較要操作 不是太好上手 講的我這隻不用操作捏 他傷害比你多一倍以上 真的假的嗎 欸 結束了 我們看一下 耶 獲得一分 你感覺都可以刷這個範圍招捏 我都只能一隻一隻打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有接下來 抽卡 第二輪的抽卡PK 要來PK這個三次十連抽 然後看誰可以抽到最多SSR 好 我們就來抽第一次十抽 欸 有一個紫光 紫光是 哎唷 有了嗎 什麼光 你是什麼光 SR而已啊 抽到一個鬍子哥 所以你一隻SR 嗯 一隻SR 我也一隻SR 好 那我們再 我按第二次囉 要有金色 金色 才是SSR 還是紫光 還是紫光 哇 這個卡做得很漂亮 我又是再一隻SR 完啦 你是角色還是武器啊 我的 我這個SR好像是武器 我剛剛有一個是角色 我抽第三次囉 好好好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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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紫的 好像有金色的光耶 什麼意思 亮金光啦 真假的 哦 他感覺我是搬回一層哦 哦 有了 傑諾斯 下來 等一下 我好像用到耶 用到保底嗎 你這樣子 我覺得好像作弊耶 作弊 第三個啊 挑戰關卡 這個真的是要那個了 決勝負了 要操作了唷 哦 要打二之二 這邊總共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顆星 哎呀呀呀呀 哇 我知道 太會 完了 我感覺我被他 吊什麼了 我現在剩下十八條血 我也剩十八條 不 被打飛了 我進巨情殺了 你先躲掉吧 你這麼快哦 我是六顆星 然後 一分零七秒 啊 我好像也是選錯 再一次 你也選錯啊 對 我選到 我選到故事 七個星星 感覺我們 兩個阿呆呢 好 再來就是我們用 這個 剛剛配的隊伍 上啊 腿毛武士 完蛋啦 被卡在牆角一直被作飛啊 你 你要打完了嗎 呃 我剩七條命要打 你什麼狀況 那邊 我剩下最後的半條血 剩下最後半條血 我感覺你狂刷耶 是不是 我一直在躲著我都沒在打他 啊 我打他很慢耶 我只有 三顆星 我現在一顆而已呢 你剩幾條血 還有六條 沒有六條 加油加油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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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漸掌握到怎麼打 好了 A few minutes later 嗯 二星挑戰達成 最後的勝利是 我嗎 喔 哈哈 進入懲罰環節 學那個 好啦 一拳超人事件啊 首款3D動作所由 滴滴 300% 還原這個動漫經典 與英雄一起戰鬥 滴滴 還要動作啊 還要動作 滴滴 還有動作 可能在羞辱我呢 300%的超然動作打擊 爽度破表 無極限 滴滴 300%相停程式探索 沈浸式的遊戲體驗 滴滴 拳拳到肉 突破極限 等你一拳 拯救世界 滴滴滴 耶 好 那今天就是那個 一拳超人 世界非常好玩的3D動作手遊 那這個一拳超人就是他有很多3D建模的完整的還原 然後還有剛剛有看到一些場景啊 建築 地圖 全部都很漂亮 還有下雨 光影 各種天氣的變化 好的 那以上就是一拳超人世界的3D動作手遊的試玩 一拳超人世界宇宙無敵所向披靡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也都可以去光粉算 預約還有看一下相關的情報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